第七章 自伯夫掌的伯人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尽了加伯龙 有一个伯夫掌所保贵的伯人 害病快要死了 伯夫掌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掌路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伯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的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哪家不远 伯夫掌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啊 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卸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伯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哪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伯人说 你作这事 他就去作 耶稣听见这话 就欺其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人叫拿恩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将近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借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成女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宾 主看见那寡妇就连吻他 对他说 不要哭 于是 进前安着功 台的人就暂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 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上帝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 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 或周围地方 施洗若汉 猜人问主 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 说 施洗的若汉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 耶稣自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鬼附着的 又开恩叫好些核子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核子看见 强子行走 掌大麻风的结症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恩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请赞 施洗若汉 若汉所猜来的人 寄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 讲论若汉说 你们从前出去 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 奴违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世远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燕乐度日的人 是在皇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着说 我要猜显我的事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借个人 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若汉的 然而 上帝国女最小的 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须利 既受过若汉的洗 听见这话 就以上帝为义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若汉的洗 竟为自己 废弃了上帝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 我可用什么 给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象什么呢 好象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施洗的若汉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 也吃 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 好酒的人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都以智慧为是 有罪的女人 用香膏没煮 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塞人家旅去坐植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旅坐植 就拿着圣香膏的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没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哪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的不错 爱大 赦免也大 于是 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尽了你的家 你没有吸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 濕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 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质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对那女人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